而化为喜悦 龙头观音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云 应以天龙夜叉前踏婆等身得度着 集结献之而畏说法 此尊表现出观音在云中成龙的姿势 以寿中之王的龙 辟语观音威力 为三十三身观音内的天龙身 持经观音 应手持经卷之故 称为持经观音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云 应以身闻身得度着 极限身闻身而畏说法 此系因身闻乃听闻如来之说法 而得道者 故以手持经卷表示说法 圆光观音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云 无垢清净光 会日破诸暗 能浮灾风火 普明照时间 此尊乃观世音菩萨慈爱圆满 光明赫赫的表征 法相为身后有圆形大放光芒的背光 盘坐合掌于岩石上 圆光 表观世音菩萨的福德圆满无缺 游戏观音 观世音菩萨教化的圆通无碍 右表菩提心 一级住此白净菩提心 金云白及菩提心 住菩提心故称白住处 此菩提心由佛境界生 常住此处能生诸佛 此观音墓及莲花布之主 莲卧观音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云 因以小王身得度者 即现小王身而未说法 此尊合掌盘坐于 由青池中长出之莲花座上 为三十三身观音内的小王身 辟欲如小王尊贵之身 坐卧莲花上班 龙剑观音 此尊献火坑变成池之身 安坐断眼上观看瀑布之姿 又名飞瀑观音 观瀑观音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云 假使心亥意 推落大火坑 念笔观音力 火坑变成池 为其由来 施药观音 逐致众生身心病苦的观音 浦门品济云 观世音静盛 于苦恼死恶 能为座医护 其像坐于水旁岩石上 右手撑甲步 左手插腰 凝视莲花 鱼蓝观音 其形象手持鱼蓝 或承其大鱼 谢起源于我国唐代民间之信仰 现今盛行于日本 德王观音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云 应以梵王身得度者 极限梵王身而未说法之观音化身 盖梵王乃色界之主 其德殊胜 故称德王 视作流通之相 为夫作严上 左手安置于其前 右手持阳柳 水月观音 又称水吉祥观音 水吉祥菩萨 使观世音一心观水象之印化身 此尊为白衣形姿态 站立在漂浮于海面上之连半上 进行观照水上之月 为三十三身观音中的 辟之佛身 这里的水中之月 被用来比喻 般若波罗密多星经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的佛教义礼 一夜观音 又作连夜观音 南海观音 因观音大事 乘一片连夜浮于水上 故有此名 相传日僧道远 自中国规返日本途中 遇暴风雨 时道远于船上莫倒 呼见大碑尊 乘一连夜浮于海上 风浪碎址 即登岸 柯其所堵观音像 安奉于南海浦陀山观音寺 以此故有南海观音之号 清景观音 若有众生念此观音 则可远离不畏恶难 得解脱诸苦 以此尊观音为本尊 其愿除病灭罪 严命等而修之密法 称清景观音法 清景大碑念诵仪鬼仔 其相为三面四倍 色持之物为杖 莲花 轮 罗 四种 深色为红白 景为青色 表烦恼及菩提之意 威德观音 是折服之威 和摄取爱护之德兼备的观音 瀑门评友 应以天大将军身得度者 即献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 乃其由来 天大将军威德全备 顾明威德观音 法相所慧姿态 以左手执金刚柱 现折服之威 右手执莲花 作严实上 严命观音 此尊能消除咒诅及毒药 令众生严命长寿 故称严命 观世音菩萨谱们品云 咒诅诸诸毒药 所欲害身者 念笔观音力 还着于本人之象征 法相慈悲柔和 莲花月轮片驻元光 身着阴落 妙满及天衣庄严 重宝观音 右手扶地立左膝 左手置于其上线安稳下 为三十三身观音内的长者身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云 若有百千万亿众生 为求金银 琉璃 车渠 玛瑙 珊瑚 琥珀 珍珠等宝 入于大海 假使黑风吹其船网 飘躲罗刹鬼国 其中若有乃至一人 呈观世音菩萨名者 使诸人的皆得解脱 罗刹之难 乃其由 盐护观音 此尊端坐盐窟内 欣然欣赏水面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云 玩舌及腹歇 气毒焉火燃 念笔观音力 寻生自回去 因这些独虫 夺盘踞洞穴内 未免其出动危害众生 观音因此坐镇盐窟中 保护众生 能静观音 能静是使泼浪平静之意 也表能灭诸有苦 能静观音 因能救护遭难者 使得平静安稳而得名 为海陆守护神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云 或漂流巨海 龙于珠海难 念笔观音力 泼浪不能抹 阿诺观音 其向为坐于岩上 而坐观海之状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云 或漂流巨海 龙于珠鬼难 念笔观音力 泼浪不能抹 盖以巨海 龙于 与阿诺达池有因缘 故称阿诺 阿诺 阿谋提观音 即无畏观自在菩萨 形象为三目四倍 成白狮子座 面向左方 头上戴宝冠 以白莲花为庄严实 前二手支持凤头之空喉 令左上之手掌脱模结鱼 右上之手持白色吉祥鸟 左足弯曲于狮子之顶上 右足垂下 同神发光艳 面貌慈祥 夜衣观音 其形象 以夜衣观自在菩萨经 为天旅行 待宝冠 冠中安置无量受佛 事有阴落及环串 火焰环绕 通生圆光 共有四倍 有第一手当凶 持吉祥果 第二手结诗愿印 左第一手执乐府 第二手握卷锁 坐莲花上 自幼以来 以子菩萨为本尊 消除异病 处异 劫贼 苗架 虫等 且休息祈祷 无病长寿 成夜阴观音法 琉璃观音 又称高王观音 香王观音 观音双手捧琉璃香炉 礼连伴上 清拂与水面 为三十三身观音身中的自在天生 多罗尊观音 泛名多罗 以为旧度 故又名旧度母观音 使多罗菩萨应现 法相微笑 折仙百依 手有法迹 做天际行 直立云端 观世音菩萨 普门品云 获执愿贼绕 各执刀加害 念笔观音力 贤己起辞心 为此尊有来 经云 此观音 入谱光明多罗三昧 以三魅力 从幼木桶放光明 光中献妙女行 主书圣妙三昧 以无价至宝 庄严身体 能除众生苦恼 又是一切众生喜悦 遍入诸佛法界自省 格力观音 以其坐于格力中 故有此称 此乃起源于唐朝以后之信仰 非经轨中所在 据佛祖统计卷四十二 唐文宗开成元年条记载 唐文宗使格力 有必而不开者 乃分相导之 格力乎便现菩萨之行 地乃照中南山为正产师 问此应由 后并昭告天下四月 礼观音响 此为格力观音信仰之烂伤 普遍为愚民所重信 六十观音 取观音大悲甚深 于昼夜六十 常哀悯护念众生之意 故称六十观音 表观音三十三身争之 居是深 一般流通者为立下 右手持饭且 普遍观音 相当于法华经观世音菩萨 普门品所在 因以大自在天生得度者 即现大自在天生而未说法 之观音化身 其形象为两手隐藏于法衣 而向前下垂 立于山上 大自在天乃三界之最高神 以其威德殊胜 而配以观音平等 普遍至慈悲 故称普悲观音 马郎父观音 及鱼兰观音 此尊法相 则为丕天一 两手重立 为三十三身 观音身中的 妇女身 合掌观音 观世音菩萨 普门品云 若有众生 多于淫欲 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 便得礼欲 若多称慧 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 便得礼称 若多愚痴 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 便得礼痴 经云 虚心无念合掌 观世音菩萨 便会显现于三昧境界里 此尊法相 为合掌立于连台上 乃三十三身 观音中的婆罗门身 亦如观音 观音坐在云中 莲花座上 立左膝 现征服雷电之姿 为观世音菩萨 普门品云 云雷古彻电 降薄数大雨 念彼观音力 因时得消散 一 吉不二之义 如 吉不义之义 以一如之观法 雷电与观音妙致 乃不二不义 不二观音 此观音成一片连叶 浮于水面 为三十三身观音中的 直金刚神身 直金刚神 乃佛的守护 也是佛的化身 以其本不二之义 故名之 持连观音 法相双手 只持一金莲花 观世音菩萨 都以莲花 为本事象征 以未开 或以开莲花 为持物 观世音菩萨 那浦门品云 应以同男同女生 得度者 极限同男同女生 而未说法 为持连观音由来 为三十三身观音中的 同男同女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